大家好,今天的故事是石虫植物。 熟睡的某一天,从天花板上湿漉漉的东西总是掉下来。 睁开眼睛的红色吓了一跳,天空里有非常大的石虫植物张啄嘴,红色要叫醒黄色逃跑。 怎么办?红色和黄色陷入了危机,那两个人鸡鸡茫茫的使者从石虫植物身上逃走。 那时紫罗兰出现了,石虫植物大叫,紫罗兰也大叫。 因为站在自己一边而兴奋的红黄牛,开始捉弄石虫植物。 但是石虫植物不会凋零。 就像叫粮水的力气更大一样,紫罗兰和石虫植物互相争夺,为自己的朋友紫罗兰加油,关注争吵。 这时石虫植物倒下了。 红和黄对自己的朋友紫罗兰获胜,感到高兴。 那时候出现了更多的石虫植物朋友们,可能因为欺负自己的朋友生气了生气吧。 让我们都更新朋友,好好相出吧。 朋友们再见,下次再见吧。 。